石劫美白田村一個單位凌晨火警 一對男女懷疑因為感情問題增執 涉嫌中火被捕 火警造成一死十二傷 住起火單位斜對面 一個34歲的男人 因為逃生 由高處墮下死亡 另一個受傷的女人受危殆 先由陳遠同報到火警情況 起火單位在十二樓 觀眾提供的片段見到 火勢猛烈 消毒出窗外面 不斷霧出濃煙 附近的住戶揮動毛巾求救 消防員救出大約50個住客 包括一個由高處墮下的男子 他身上多處骨折 救護員為他心愛壓 送完之後證實不治 傷者五男六女 分別送到兩間醫院 起火單位一個女住客昏迷 其他人主要是吸入濃煙之後 頭暈或者作嘔 有長者獲救之後情緒激動 由家人安撫 大約600個市民自行疏散 去到大廈附近的空地 事發凌晨兩點多 白田村13座12樓的單位突然起火 有住客說聽到單位裏面有人爭執 我踏天都會吵架 他就騰著七雷就砰爛爛爛爛爛爛爛的 那個混亂那些人很驚慌 叫救命呀 走呀 火燭呀 真的叫到擦天 他媽媽送了去醫院 因為她年紀都比較大 都害怕呀 我們好像都死過回生呀 消防出動一隊醫母隊 用一條喉灌溝 起火的位置 就是在進入單位之後的左邊一個位置 就是單位內 單位內面發生的 火警的成因 我們目前仍然在調查當中 這次相對來說 在救火上面 我們遇到唯一的困難 就是在現場 求助的個案是比較多的 由於起火的樓層要封鎖調查 當局安排旅遊巴 接送受影響的住客 去到石劍尾社區會堂休息 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同居道 警方說被捕的兩個人是情侶 火警發生後逃離現場 之後在石劍尾村一座大廈拘捕他們 調查顯示 其實這個單位是被捕的女士的家 而被捕的男士是她的男朋友 所以經常會到她的家裡探望她 正正是她們有這樣的來往 我們也知道她們有感情上的糾紛 這些都不是第一次 可能這個感情糾紛 就衍生到這次 和這次的事件會不會有關 這是我們調查的重要的一個線索之一 可能有人在單位裏面 是用一個煙頭導致火災的 這個死者是在這個涉及案件的單位 的斜對面的 如果出門口轉左的話 大概是三個單位左右 她因為要避過一些濃煙 就爬了出去 向著街的一個浪衫架 我們初步有資料顯示 她是在逃避濃煙的期間 是失足跌死下去的